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活的各样层面当中 求主恩典四下 求主示福在我们生命中 也帮助我们成为 能够去为别人祝福的人 求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里面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10月26号 今天的经节经段是 生命纪第33章1到29节 不过我将会用选读的方式 来读1到5节 以及28到29节 以下是神人摩西在为死之先 为以色列人所住的福 祂说 产业 百姓的众首领 以色列的各自派一同聚会的时候 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 生命纪第33章 第28节到29节这样说 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 独居五谷新酒之地 他的天也低甘露 祝以色列你是有福的 谁向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 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 是你威荣的刀剑 你的仇敌必投降你 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正是摩西所吟唱的一首歌 而这首歌正是一个祝福的话语 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读到的第一节说 33章第一节说 神人摩西在为死之先 为以色列人所住的湖 换句话说 当摩西明白上帝要调他 召他去的日子已经到的时候 他趁他还为死之前所吟唱的一首诗歌 特别是为以色列的这12个支派 而这12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 他都从埃及之地领出来 并且看着他们 经历他们 与他们一起奔战 因此摩西在这个旷野当中 带领他们 虽然是在旷野里面 还未走到他们真正的目的地 然而事实上 这就是摩西生命当中最主要的任务 他要陪伴他们 带领他们 以及教导他们 他要成为以色列百姓 跟上帝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他同时也成为上帝话语的代言人 他同时也带来 并且希望让这12个支派真实的经历 知道原来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爱 就透过他 临到他们当中 这就是摩西的责任 并且摩西到这个时候 也终于明白 终于晓得 原来他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就在这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生命记第33章 其实非常像《创世记》里面 那雅各以色列为他12个孩子所住的福 而当时当下 雅各是为他的孩子祝福 对每一个孩子祝福 所以雅各也吟唱了一首诗歌 同样的来到时间 经过了几百年之后 这一个人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而这一群人 他们所经历旷野的训练 然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是 他们共同被称为以色列 他们共同这个群体 已经共同被称为以色列 他们不再是过去 只依靠血缘而聚集在一起 的团体 他们依靠的是什么 他们依靠的是上帝的律法 事实上一开始 摩西的这首歌就唱得非常清楚 他为他们祝福 同时也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一群不不只是依靠血缘而接连在一起的事情 你们我们的聚集是依靠上帝的律法 遵从上帝的律法 将会成为我们的盾牌 保护我们 在那里上帝将要拯救我们 只要我们是一群 遵从祂的话语 在祂的诫命里面 并且向祂敬拜的一群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过去只有兄弟姐妹的这样的关系 来到摩西的这个时候 这一个信仰的点范 或是连结的点范 已经开始转变 而这个转变 就之后 经过无数代的考验 也来到今天 今天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听见上帝话语 并且愿意真心向祂敬拜的一群人 我们之间互称为兄弟姐妹 但是我们或许没有血缘关系 或许有或许没有 但是都没有关系 要紧的是 我们是一群愿意听见上帝话语的人 并且照祂的话语 让祂来带领我们前行道路的人 愿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 并且祝福临在 就好像摩西当时祝福这十二个支派 今天同样也祝福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带领我们经历你的爱 求主祝福 与我们同行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